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继续讲 讲罗德罗伯所造的居士论诸书 下面已经讲了 第一品里面分别戒 分别根品当中有为法的产生 有关心事的产生 和不相应性的产生 这些都已经讲了 现在已经讲了庞俗因果 讲因和果 昨天前面已经讲了 居士论当中所承认的六种因 然后六种因在前面也已经讲了 它各自因的定义 也就是说什么叫做相应 什么叫做变形 什么叫做通内因和能作因 这些前面都已经讲了 然后中的来说 它前面的流音当中 按照一般有不中的观点 它这里有为法和无为法 都有因果的这种 从前面的道理上 看的话 有为法和无为法 都可以设在因当中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什么叫做能作因 在能作因的时候 它这里面已经讲了 凡是对它的产生 凡是对它的产生 不弃人和障碍的这种法 称之为能作因 这样的话 作为无为法的法 也就是说 像决责灭和非决责灭的话 也实际上是对任何法的产生 不弃有任何障碍 从这个角度来讲 能作因 也可以按理为因 能作因 能作因 不是能作因 无为法 无为法 也可以按理为因 因此它这里 有时候我们 与世论 也就是说 有不中 它自己的观点 说法 大家应该明白 这样的这种说法 与矫正和逆正相对应的时候 有些地方是不太可靠的 也就是说 在矫正和逆正面前 它逆不足球 也有这种情况的 但有些 只不过是我们不懂得它的谜意 实际上是有一定的依据 这样的话 我们前面已经给大家介绍过 什么叫做响应因 和什么叫做变形因 都已经说了 然后同内因和能作因 都给大家已经讲了 然后下面 就是讲 异速因 今天开始 就是讲 第六个因的异速因 什么叫做异速因 也就是说 即使 一速因 一速因 结 我也不散 一切 一切 有路散 就是 跟前面的一些 说法不相同的 那么所谓的 一速因 唯一的是 散业和不散业 也就是说 有路的 不散业 当然全部是 无路的 没有一个 有路的不散业 无路的不散业 是没有的 所以不用说 有路无路分析的 然后所有的不散业 和还有呢 这个一切有路的散业 散业当中呢 就是有路和无路 可以分两种的 但这个所有的 这个一切有路的散业 有路的这种不散业吧 就是散和不散呢 就是包括在这个 这个异速因 就是异速因当中 本来我们的这个因的话呢 就是也有无极的因 还有这个无路的因 就是 那么这个 这个为什么是 把这个无极和这个 有路的这种 无路的散业 就是不包括在 这个异速因当中呢 这个原因呢 就是下面也应该有 这个宣说的 因为那个无极营的话呢 就是他没有这个 散和不散的 这个这种 这个成熟的过报 就是没有成熟的 真正的这个过报 然后这个无路的发的话呢 就是他也是 不会有真正的 这个生长 就是虽然有这种因 但是呢 就是不会生长 因此这两个 就是没有包括在里面 就是唯一的 这个散和不散业呢 就是包括在 这个异速因当中 因此我们这个下面呢 就是一说 这个异速因的时候呢 就是你应该知道 是这个异速因呢 只有这个散和不散业 这一点我们前面 也是遇到过 就是所谓的 这个异速因呢 就是比如说 我们这个身体的话呢 就是如果是 异速因而参生的话呢 就是那么就是 或者是造了 这个散业就是形成的 或者呢 就是造了恶业而 这个形成的 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 哪天我们讲那个五根吧 就是讲五根的时候呢 说说三驱的这种这个 根呢 就是是那个三法的 这个因而参生 三法的异速因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这个三驱的 众生的这种 这个根的话呢 就是以前造了 这个三叶而 这个形成的 就是虽然它那个 根的它的本体呢 就是现在是五极法 但是它的因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散 或者是不散 像那个恶趣众生的 这个根的话呢 就比如说牦牛的 这个叶根呢 是这个造了恶业而 这个形成的 然后那个 我们这个认的 这种这个严根的话呢 就是以前造三 而这个形成的 就是所以呢 从表面上看来 两个都是这个根 就是这个看色法方面 没有什么差别的 但是它的这个因呢 就是一个是这个 三的异速因 一个是恶的异速因 就是有这个差别 异速因是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异速因是指的 自知本体具有力量 并且呢 就是具有爱的 这种适人性 就像是我们这个 呃 产生一个 呃 这个一个宗旨 就是拨在这个地上 然后呢 就是拨在那个地里面 就然后 就是它要这个生长的话 一方面呢 它自己的是 没有这个释怀的 就是应该这个 种子是这个 很好的种子 而且呢 就是它有这个 低水活风的 这个巨神院 这样一来呢 就是它可以这个生长的 同样的道理就是 如果散和恶的话呢 就是一方面 它的这个奔体 是比较这个 有强有力量的 还有呢 就是它有它的 这个生长的 这个作用和力量 就是有这两个条件 无激发 虽然这个具有爱 即如富南的种子一样 无有力量 这个无激发吧 就是我们这个 新著作为的 一般的这些 这个无激发 无激发的话呢 就是虽然它可以 这个产生 就是它这个具有 这种事件当中的 这个十二元气里面的 爱的这种 这个本体呢 就是应该是有的 但是呢 它确实是 就像富南的种子一样 就是没有力量产生 就是因此 无激发呢 就是它不可能 这个产生 这个恶和这个 不善业 就是它这个 居是具有这种 执着的爱 但是呢 它就是生长的 这种力量是没有的 就是这个富南种子的话呢 种子它自己的本体呢 就是不能这个生长的 就是这个 无激发就像是 无有爱之失 失心的两种一样 就是然后这个 无激发的话呢 它这个 就是它是这个 无有这种爱的 这个世人 就是爱的这种世人 那么虽然它自己的 这个本体呢 就是还是很有这个力量的 但是呢 就是它在轮回 当中呢 就是没有这种爱的 这个世人 所以那个中子非常好 但是呢 你没有遇到这个世人的话呢 就是它不可能生长了 同样的道理 无激发的这些三发呢 虽然它的这个本体呢 就是很有这个成熟能力的 但是呢 就是它没有这个 轮回的这种爱呢 就永远都是 也不可能 与它这个结合 就是因此 它不能这个产生的 因此呢 就是一速应呢 就是这是 这个善和有露的不善业 就是有露 这个不善业 和有露的这个善业 就是这两种 只是这个 这以上呢 已经讲完了 那个所有的 这个流众因吧 就是希望大家 这个流众因的 这个概念呢 就是应该这个 心里清清楚楚 我们这个学句实的话呢 就这些都是 比较简单的 这个概念 就是 因此呢 就是心里面 就是一定要这个记住 下面呢 就是讲这个色意 就是色意呢 边心同内因二舌 其余三因 聚三舌 就是下面就是色意吧 就是前面 这个所有的因和 因的这个就终结 它这里讲这个边心因呢 就是这个 这个边心因和这个同内因吧 就是同内因这两个的话呢 有这个过去和现在的这个事件 就是它从三十方面来讲的话 那么其余的三个因 就是前面讲的这个 相应因和 还有这个具有因 和异数因吧 就是这三个因 这个其余的三因 应该这个具二舌 就是具三舌 然后那个 它这个能作因的话呢 就是能作因呢 就是它可以说是 这个有关它的这个 有违法的这个能作因呢 就是有这个三舌的 然后无违法的这个能作因呢 不为这个事件这个 说是 就是应该从这样来理解 下面我们这个讲因里面 是这样讲的 流因当中 就是哪些事有三事呢 边心因也同类因呢 就是只有这个过去和现在 二舌 无有外来 因为未来呢 就是无有这个次序 就是这个前面也讲了 就是他们认为呢 比如说这个能作因和 而不是那个边心因和这个同类因的话呢 就是应该这个有过去和现在 就是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边心因和同类因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 它的这个因和过呢 就是要这个相同 就是同一个类别的 同一个类别的话呢 那么必须要这个 或者是它的这个因呢 就是过去的这个因成立以后的话呢 过呢 就可以出现这个现在的 就是这样的话 是这两个这个定出来 就是 然后现在的这个同类因有的话呢 就是这个依靠这个 现在的这种这个未来呢 就是可以有的 但是那个国去 就是也可以说是 未来的这种这个 这个同类因和 未来的这个同类过呢 就是是不能这个存在的 因为未来呢 就是他们认为是没有这个次序 没有这个次第 没有次第的缘故呢 就是未来是没有的 当然这也是是有不重的这个说法而已 实际上是 过去也有次第 现在也有次第的话呢 如果以这样的这个类腿的话 实际上是未来呢 也应该是有次第的 但这个呢 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宗派的说法说制 就是所以我们呢 就是没有必要在 没有必要就是在这个进行观察 因此他们的这个说法当中的话呢 边形因和同类因呢 就是只有这个过去和现在 然而其余的三因 就是其余的三因呢 就是指的是这个相应因和异素因 还有那个前面就是讲的这个具有因吧 就是具有因 具有因和那个相应因 和还有那个异素因吧 就是这三者的话呢 就是他认为这个 未来的这种这个这三种因也有 现在的在现在的因也有 过去的因也有 就是三个时间都是是有的 然后他这个宗辞里面不明显的呢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能作因 能作因的话呢 就是应该就是分两种 就是一个是 我们大家都知道前面讲的这个能作因的话呢 就是他有为法和无为法全部可以包括在里面 就是这样的话呢 有为法的这些能作因的话呢 就应该是有这个善事当中包括的 因为对他不起任何障碍的这些法呢 都可以承认为是这个能作因 然后这个无为法的这些能作因的话呢 就是他不是这个世间的 就是所以这个到底这个有没有善事的这种概念呢 就是也不具足的 就是因此应该这样理解 就是流云张总的哪些有这个善事呢 变形于也同类因是只有过去和现在二世 未来是这个无有未来 因为呢就是未来就是无有这个次第 然后具有因和相应因有异素因善则 具有善事 能作因中的有为法这个有善事 就是能作因当中这个有为法的能作因吧 就是他这个有为法的这些能作因的话呢 就实际上是有善事 然后无为法呢就是不为世间所事 因而呢就是不固定的 就是因而呢就是也可以说是不固定的 也没有什么可这个线索的 就是如果他这个有世间方面线索的话呢 当然有善事也是可以做的 但是这个世间方面没有线索的原因呢 就是他就定不下来 就是就没有这个决定性的 有善事无善事的这种这个概念呢 就是没办法下的 就是所以呢 这个就是这以上呢就是讲的这个因 就是有因已经讲了 下面呢就是宣索过 就是这个宣索过呢 有略索和光 首先是这个略索 略索这个过的时候呢 就是他这里这个有为法 这个色利息 就是有为法本来是有 就是四种这个过 但是三种过也可以说 真正的这个有为法呢 就是有三个半的这个过 然后无为法呢 就是有一个半的过 就是中共那个 刚才那个讲因的时候呢 就是有六种因 然后现在这样讲过的时候呢 就是讲这个五种过 就是五种过 那么五种过呢 就是可以说是这个有为法和无为法呢 就是可以这个设在里面 但是有为法和无为法 实际上无为法的话呢 真正的这个因和过的关系是没有的 加利子这个因和过的关系呢 就是应该是有的 然后无为法呢 就是在无必等 就是那么无为法的话呢 实际上是真正的这个因和过的关系呢 就是没有的 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大家应该要这个明白 就是一个呢 就是有时候看来 这个好像无为法呢 就是有这个因过一样 有时候看来呢 就是无为法呢 就是没有这个因过一样 到底是什么样呢 这一点呢 就是以前的很多智者也是这样认为的 这个真正的这个因和过 就是互相这个能力锁力 也就是说是这个种子呢 就是对这个产生果有帮助的 这样的这个能力锁力的果呢 就是在这个无为法当中是没有的 但是呢 一般来说是家里的就是 用这个家里的这种果呢 就是应该可以存在的 因此呢就是无为法呢 就是它整理为是 这个也可以安立为这个果 就是这样的 因果是互相灌待的 既然因有六种 那么这个果有多少种呢 有为法是具有异熟果 这个异熟果就是善恶产生的那个果 所以这个异熟果就是有的 然后这个等流果 等流果呢 先来也讲了 就是一般来说是 这个同类和变形的因所产生的 这个等流果呢 就是也应该是有的 然后这个增上果就是 它这个增上果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是 就是也就是说那个 增上果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前面讲的 这个能作因所产生的这个果 就是第一个能作因吧 就是能作因呢 就是世间能作因里面的 这个有为法产生的这些法 就能作因当中 我们前面讲了 凡是对这个产生果呢 不异任何障碍的这些法 就叫做是能作因 这样的话呢 那么不异任何障碍的话呢 就是应该是有有为法和无为法都有的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属于这个有为法了 就是有为法的这些呢 就是包括在这个能作因当中 就是也就是说 这个增上果就是增上果 对实用果一半 就是它这里这个实用果 实用果也是可以用一半 就真正的这个果的话呢 就是一速果和等有果 然后实用果也可以 实际上实用果和增上果都有 如果详细分的话 是里面还是有一些无为法的这个成分在里面 但是呢 就是它这里说是三个版 一戒对无为法的这个得损的实用果 就是 还有呢 就是用这个实用果的这个一半 就是实用果的这个一半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这个实用果呢 就是它也是属于这个有为法就是 那么这里面的话呢 就是它这个得损就是我们这个相续当中 获得什么什么这个无为法 获得什么什么的话呢 就这个时候呢 就是它有一种这个得损就是 那么这个得损就是加上 然后再加上有对治的离习果的这个抉择 就是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有罗的对治法呢 就获得了这个就是原来的这个相续当中 有的烦恼呢 就是通过这个抉择 就是最后呢 就是已经这个离开了这种这个烦恼 就是离开烦恼的这部分呢 就是称之为离习果 就是离习果 这样一来 岂不是抉择 就是它这里呢 就是也就是说这个 前面有真正的这个移书果和等流果和增上果 然后这个适用果的一半的话呢 就是中共有这个三个半 就是然后再加上这个离习果和离习 离习果和应该这个适用果的一半 就是是这个属于无为法的 就是那么这个无为法的 就是这两个法加上起来的话呢 中共有五果 就是五个果呢 就是应该这样承认的 那么它这里面呢 就是就提出一个问题 它说是这样一来 岂不是有决责民存在的因的这个过失 就是那么决责民不是它属于无为法的吗 既然是无为法的话呢 它怎么会是变成这个存在这个因呢 就是这样的话呢 它这个决责民呢 应该这个 因为既然是它是过的话呢 就是那这个决责民呢 就是应该存在有这个因的过失 是过之过 就是它呢就是是这个 这个过的缘故 就是它有过的话呢 就是决责民就是 应该是这个有因 就是有这个过失 就是这是一个 也有存在过的过失 是因之过 因为呢就是决责民是这个因的缘故 就是它通过这个决责 断除这个烦恼 断除烦恼以后呢 就是才出现这个利息过 就是这样的话呢 这个决责民的话呢 就是本来说是这个无为法 但是无为法呢 就是它又存在这个有的因的过失 又存在呢 就是有过的这个过失 就是所以如果这个决责民 就是存在这个因和过的话呢 那么不是前面颂子里面讲 是无为法在无比当 就是无比当是指的是没有这个因过 就是没有这个因过 这样的话呢 与这个颂词呢 就是不是完全这个相位了吗 就是它就提出这样的这个问题 就是提出这样的问题 这样一来就是有过失 然后下面呢 就是无为法 无有这些过失 它下面呢 就是这样回答的 就是无为法 无有这些过失 就是无为法 无有因果 就是无为法的话呢 就是真正的这个因果呢 就是是没有的 就是真正因果是没有的 为什么是没有呢 原因是 它不存在这个流因和无果 就是无为法的话呢 就是它流个因也是不存在的 这个无个果呢 就是也是不存在的 不存在流因是成立的 就是下面就是 它这里这样讲的 第一个不存在六种因呢 就是应该是成立的 因为无有法呢 就是无有这个能作因 就是无有能作因 因为能作因是不能去这个障碍产生呢 但无为法呢 就是无有这个产生的 就是它对它从这个角度来讲的 就是无为法呢 就是真正没有真正的这个能作因 为什么呢 因为能作因的话呢 就是对任何法呢 就是不能这个产生阻碍 就是那么这个无为法的话呢 它那个产生和不产生的这种概念是没有的 就是因此呢 就是它就不能这个起义 就是这是那个从这个流因方面就是这个定理的 有些那个比如说这个撒迦牌的一些 这个果然吧和那个堪布格尔 就是他们是是这样讲的 就是这个无为法呢 就是它可以这个用家里的因呢 就是可以包括 因为前面呢 我们讲这个无为法的时候呢 就是它那个僵义当中 不是那个能作因吧 就是讲能作因的时候呢 就是所有的这个有为和无为法 就是不能这个对它这个有障碍的这些法呢 就是全部可以 就是它这里这个什么出击之外能作因 就是除了自己以外的这个能作因 然后它那个僵义里面呢 就是它的僵义里面呢 将这个有为法和无为法呢 就是可以就变成这个能作因 就是这个是自身当中也是是有的 既然这样的话呢 那这里就是无有这个能作因 意思是怎么呢 它前面就是说讲的 就从这个不论障碍的这种能作因的角度来讲 是应该是这个可以的 就是能作因是可以的 但是呢就是它不会有过 所以居士轮跟那个有不进步中以上的这个观点是不相同的 如果进步中以上的观点的话呢 既然是按理因果的话呢 你应该这个互相有这个能生这个所生的这个作用 就是没有这个作用的话呢 它不能按理为这个因和果 比如说它那个能生长它的果的话呢 就是这个法的这个因可以按理 就是然后呢 就是它如果不能产生它的果的话呢 就是它不能按理为是因 如果这个是它按理为因的话呢 它一定会是有这个它的果 就是有因无果的这种法呢 就是关带而言的话 是不可能这个存在的 就是不能就是作为它的因 就是这个进步中以上是这样观 这个承认的 就是一般那个是什么那个 就是识量论当中也有这个明显的这个选择 就是对这个因呢 就是有这个对这个果呢 就是有这个产生的作用 就是才按理为这个因 但是有不中观点的话呢 它可以按理为因 但不一定产生果 就是这个是他们的这个特点 就是有这种这个观点 比如说这个无为法产生任何一个法呢 就是它那个能作因呢 就是可以说是对它不弃障碍的角度来讲 但是呢就是不一定要太非要有过 就是不一定有真正的这个过 就是所以呢 就是有因的话呢 不一定有过 就是这个是这个有不中的这个说法 就是也是一种这个特法吧 就是他能作因的话呢 虽然他对这个能作因 但是他这里这个 讲勒德文波就是跟他的这个回答呢 就是跟那个居士论 你们这个看看那个自识论 自识论当中 自识呢就是也有这方面的这个参数 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呢 就是国人吧也是这样讲的 就是他这个有不中有这种这个特点 就是他虽然承认为是因 但是呢就是不一定是他有过的 就是这个能作因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昨前天前面也讲了 凡是那个对他不弃障碍的这些法呢 就是可以做能作因 就是能作因是可以做的 但是呢他不一定有过就是 为什么呢就是 因为他这里的这个能作因呢 就是从这个对他不弃障碍的角度来安理的 因此呢有不中的这个特点的话呢 有因就是不一定这个过就是 安理为因的话呢 不一定要安理为这个过就是 因此这个就是他们的这种特殊的这个观点 那经不中意上的话呢 就是他不会这样承认的 就是不会这样承认 所以他这里呢是这样讲的 就是无为法呢就是无有这个能作因呢 因为就是他能作因呢 就是不能这个气场 就是什么这个不障碍这个产生 但无为法呢就是无有这个产生 就是他这里呢 无为法无有产生 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有点点 本来是无为法呢就是它是能作因嘛 就是然后我们在这里没有观察 就是无为法产不产生 就是他没有这样讲 有为法产生的时候呢 这个无为法是不是这个能作因 就是这样观察的 但这样论腾文部的原文呢 就是这样回答的 就是所以这个呢 实际上是大树里面 就是巨石轮大树里面 巨石轮大树的这个作者呢 就是他经过这个二十多年的这个研究 就是才这个写成的 所以一般来讲是这个非常这个究竟的 但是实际上呢 他这里我们这个从表面上观察的话呢 我们没有这个观察 这个无为法这个产不产生 这方面没有这个观察 然后我们观察的这个 无为法这个产生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能作因 也就是说无为法呢 就是是不是这个它的因 就是这方面观察的 这样的话呢 我们前面就是已经讲了 就是能作因呢 就是很明显的 就是已经讲了 是能作因 但是呢 就是能作因的话呢 就是不一定有这个因果关系的 真正的这个因和果的这种关系 不一定有 就是这个有不同的特点 就是我们这样解释的话好不好 但这个呢 当然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 现在这个 就是它的这个注视呢 比较这个欠缺 就你们可能参考的这个数呢 就是比较这个确一点 就是所以这个我的这个认为呢 就是他这里没有观察 这个无为法 这个无为法 这个产生方面呢 就是没有观察 就是这是不是这样 罗特罗伯伯的一种 这个特殊这个解释方法 我认为呢 就是国人把他们的 这个解释方法是比较这个对的 因为他这里呢 就是虽然是能作因 但是呢 不一定有这个必等关系 就是因和果的关系 不一定有 这就是有不同的一种特点 就是这样呢 先说的话可能比较好 然后他说 不存在这个无国成立 就是无有这个正上国 正上国呢 就是是唯一的这个 有为法的国 就是他这里这个无国 也不一定这个存在的 就是无国是这个 无为法的话呢 无国不一定存在的 因为那个正上国呢 就是是那个无国当中的 也就是说是那个 唯一的这个有为法的国 但决资名是是国 是以道对 但是呢 从这个加利而言的话呢 就是决资名是应该是这个国 为什么呢 因为是这个道地治理 而获得的缘故 就是他是那个 通过那个通过道地呢 就是最后那个灭定呢 就是在自己的相续当中 获得的缘故 因此这个决资名呢 就是从这个离习国的角度来讲 是应该是这个 但这里呢 我们要知道的这个能作因和离习国呢 就是不一定是真正的这个因果 真正的这个能参生和所参生 就是能得所的啊 就这样的国呢 就是在那个决资名 而不是那个离习国和那个能作因呢 就是不能这个案例的 就是所以呢 就是无有正上国 正上国呢 就是唯一的这个有为法案例的 然后那个 那么他这样的话呢 就是他这里这个适用国呢 就是也应该可以包括在里面 因为适用国里面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是还是有一些那个 这种这个成立方法呢 你们再这个看一看 就是无有正上国 真正国是唯一的有为法的国 而决资名呢 就是虽然是国 因为呢 就是他到底这个儿女获得的 就是到底的这个利害获得的 所以有时候呢 就是他说是 这个决资名和无为法呢 有因果的关系 有时候呢 就是说是没有这个因果的关系 但到底是什么样呢 就是按照尤布宗的观点的话呢 就是刚才讲的一样 就是真正的这个能说所作生的 这种这个因和国呢 就是是没有的 但是从加利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这个尼西国呢 就是也可以叫做这个四国 就是他这里尼西国和决资名 就是有很多这个名词 所谓这个 这个决资呢 就是稍微懂一点的话呢 就是这个是明眼 明眼当中的法 就是不像中观一样的 中观和先观状伦的话呢 表面上看来就是 一切法是空行 好懂 但是你真正去动的 真正去观察的时候 全部是甚至智慧的境界 就是所以说 你在那个真正了解 了解的过程当中 还是遇到这个越深入呢 就是越这个麻烦的 然后居生论的话呢 一般是一种明眼当中的这个法 明眼当中的话呢 首先可能你有些名词啊 有些概念呢 就是比较这个模糊 枯杂 就是有这种这个感觉 然后你真正去观察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是 也可以说是 大多数都是分别量的境界 就是 尤其是这些法呢 就是是应该分别量的境界 不是很烂的 他这里说 这个曾上国呢 就是唯一的优优法国 但居资名呢 就是以道地治理而获得的缘故 他是这个能作因呢 不会障碍其他法 产生存在之果 就是他这里这样讲的 就是 下面呢 就是讲广说 就是 果是合影之果 宣说各自之法相 就是第一个呢 就是是这个合影之果 下面呢 就是我们讲一方面 就是讲这个六种果呢 就是 它是什么样 什么叫做这个五种果吧 就是五种果呢 就是怎么样案例的 就是讲这个道理 以苏果额 因为 最后就是 就是他那个一苏果 就是什么叫做是一苏果呢 一苏果呢 就是实际上是我们这个降影的时候 就是最后一个影 最后一个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一苏影 意思就是说 一苏果呢 就是一苏影产生的果 叫做是一苏影 一苏果 就是这样 这个它的每一个果的这个定义呢 就是它定义和分类呢 就是这样下的 然后曾上国呢 就是 曾上国 因为第一 就是也就是说 什么叫做是曾上国呢 曾上国呢 就是第一个影错产生的果 就是第一个影是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能作影 就是能作影所产生的果呢 就叫做是这个曾上国 然后同流 同类变性影就是 那么同流果是 等流果是什么呢 就是等流果呢 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 同类影和 还有那个变性影 就是同类影和变性影 所产生的这个果呢 就是叫做是等流果 然后石油果与尔子 就是那么这个 使用果是什么呢 就是使用果 刚才我们就是第一个影和 最后一个影 还有呢 就是变性影 就是和那个同类影 就是这些 就是四个影已经讲完了 那么剩下的就是 还有这个具有影和相影影吧 就是 那么什么叫做是适用果呢 就是适用果呢 实际上是 具有影和相影影所产生的果 所以我们这个据手论呢 就是背诵的话 还是有非常这个 这个意义 就是如果你颂诵不能背诵的话呢 就是可能很多问题都是这个比较复杂 颂诵能背诵的话呢 就是自己这个心里面 这些因果关系 就是很容易这个了达的 前面讲这个 前面讲这个等牛果是什么这个影的果呢 一顺国是 不是等牛果 就是必等 必等 必等果是什么影的果呢 等牛 一顺国是最后一顺影的果 增上果是第一能作影的果 就是这个增上果呢 就是能作影 所以他这里这个 一般影里面的这个能作影呢 就是比较这个加厉的就是 他呢就是真正的这个影呢 就是是不存在的就是 然后那个 这个果里面的这个增上果 就是增上果的话呢 就实际上是 他也是能作影的果 就是因此呢 就是一切法都是可以说是 就是一切法的果 就是他可以可以这样讲 因为他的这个产生他的果呢 就是不及任何障碍的这个法呢 就是都可以就成为是他的这个影嘛 就是因此那个 就是他呢实际上是这个一切法的果 就是也可以这样说 就是如果从光影来讲的话呢 就可以这样讲 然后那个 当流过是同类因 也偏信因的这个果 就是同类因的一个一切法当中的话呢 就是只有那个 就是 世间就是五路的这个第一刹那 也就是说是世间有路的这个 五路的第一刹那呢 就是没有这个 什么那个 同类因 就是没有这个同类因 还有呢 就是他们说是 那个未来的这个未生法呢 就是没有这个同类因 就其他的任何一个有为法的话呢 就是全部有同类因 就是这个有不总是这样认为的 因此这个同类因的话呢 只有这个五路法的这个第一刹那 就五路法的第一刹那呢 原来是有路法 就是然后呢 就是你生起 见到的第一刹那的时候呢 就原来是有路法 产生无路法的 就是说他没有这个同类因的 然后这个未生法的话呢 就是他没有同类因的 这样的话呢 就是除了这个以外 所有的有为法呢 就是都有这个同类因的 这样一来的话呢 有些这个论师呢 在这个地方这样说的 说是呢 不是前面已经讲了 我们讲那个四大这个 四大那个三生因的时候呢 不是已经讲了这个生因 就是我们这个耳边 所听到的这个生因呢 就是他没有这个同类的因嘛 就是他没有这个相续 他没有相续的话呢 怎么有同类因呢 这个时候有些论师呢 就是这样回答 有些论师回答的时候呢 所谓的这个生因没有相续呢 这都是这个四大聚合的 这个相续是不存在 就是实际上是生因 他自己这个产生生因呢 就这种生因与生因的相续呢 就是应该是存在的 但是生因呢 就是由这个四大 或者是八种围成聚合的 这种相续是不存在而已的 所以这个问题呢 还是以前在这个 我们辩论常说当中呢 就是还是这个问题 是比较那个复杂的 就是很多人认为呢 就是有些人身为 下面所讲的这个 谁产生那个碎的生因呢 就是应该是这个 这个同类因 就是有些说是 谁产生这个碎的生因呢 就是并不是这个同类因 就是它是那个碎呢 就是可以说是那个 四大那个所生的 这个大众这个聚合的 那么大众聚合所产生的 这种生因呢 并不一定是这个 八种围成所产生的 当当就是这方面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辩论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呢 我们应该可以承认 无鲁地刹拉和那个 无尾法以外呢 不是无尾法 对这个维生法 维生法以外的话呢 一般的世间的万四万五呢 都有它的同类的因 就是它的这个 它自己的这个刹拉呢 就是前面有它的这个刹拉 比如说我们这个心呢 就是一直联系不断的 从无事以来到现在呢 就是它有它的这个刹拉 然后这个任何一个法的话呢 就是它有它的这个刹拉 只不过是这个 变化和形象方面呢 就是有不同而已 就是应该这样这个承认的 这样的话呢 变形大家都知道 凡是那个烦恼产生烦恼 就是这个呢 就是肯定有这个 它的这个同类因 因此呢 就是其他的人和有路法呢 就是任何一个这个有为法呢 无为法呢 有为法吧 就是有为法呢 就是都具有这个 它的同类因和变形因 就是这是 然后它 因为它是那个 与此二则相同的方式 按理的 然后实用过 实用过是具有因 相同类因二则的过 就是实用过 就是实用过呢 就是下面也是讲 这个实用过和增上过之间的这个差别呢 实际上这个实用过呢 就是也这个具有因和相同类因 这个它这个相同类因的话呢 就是也有这个同时这个产生的 这个还有这个具有因的话呢 也有这个同时产生的 一般这个实用过的意思呢 就是这样的 实用的话呢 就是它那个实呢 就是实乎的意思 用呢 就是共用的意思 然后那个比如说我们这个陶瓷呢 就是它那个做那个 这个做那个 做那个陶瓷的话呢 就是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功用 以后呢 就是才可以这个形成的 就是它那个 就是可以通过这个做功用以后 这个形成的 因和因呢 就是做那个功用以后 它的过呢 就是在这个形成的 比如说这个新和新索的话呢 就是它互相呢 就是起这个功用 就是起作用 就是在这个形成的 在这种过程当中的话呢 一般这个实用过呢 就是是这个 这个 也可以说是这个 增上过呢 说是重的来讲 那个 就是它是增上过呢 就是重的来讲 这个 对这个过呢 就是起作用 就是不起障碍的角度来讲的 然后这个适用过呢 就是对这个过呢 就是起作用 就是起作用 就是这个方面呢 就是讲的 所以它的这个范围光 光不光呢 就是有比较这个大的这个差别 就是因为那个增上过的话 实际上是增上过呢 就是也有一些这个这个差别 就是中而言之呢 我们比如说这个产生一个种子的话呢 那么就是与它同时对它的这个因果呢 就是互相这个起作用的话呢 就是这个就叫做是这个实用过 因此这个实用过呢 就是应该这样理解 这样的话是前面这个五种果 就是五种果的话呢 就是果是有五种果 就是然后这个因呢 就是有五种 六种因 就是这个之间的差别 大家应该清楚 就是为什么是果这个没有这个六种呢 就是它这里呢 就是这个单独的果呢 就是没有案例 移书果 增上果 同 当流果 然后这个实用果 再加上一个离习果 但是这个离习果呢 就是在这里面 没有宣说 这样的话呢 就是中共有五种果 六种因 然后每一个过那个离习果应该我记得下面可能有宣说吧 就是记得不是很清楚 嗯 好 今天就举手轮交到这里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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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